第五代 Toyota Supra 正式發表後 立即引來許多車迷們的極多討論 因有不少批評的聲浪 覺得新 Supra 只是寶馬 Z4 的翻版 沒有獨特性 之所以引起這麼激烈的討論 無他,上一代 Supra 即是 A80 實在太具代表性了 更加同時代表着 90 年代日系跑車的輝煌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淺談一下 Toyota Supra A80 為何是神級跑車的七個理由 新一代 Supra 推出後 有一個不停被批評的要點就是馬力 最近只不過是 340 匹 要知道雖則這麼多年來 日本車廠必須將跑車的動力輸出限制於 280 匹 Supra 在日本的市場亦要跟隨 但到國外就不同 歐洲市場更加將馬力的上限調至 326 匹 比當時的寶馬 M3 更加強 力量接近 Porsche 911 Turbo 3.6 每小時零少 100 公里加速 即是需要 4.9 秒而已 所以啦 我喜歡 A80 的車尾圓燈好具代表性 但其實在 1993 年來說 它的美翼才令人覺得浮誇之作 大偏偏,就跟全車的流線造型非常匹配 甚至可以說是點精之作 再配以主動式的前氣壩營造出可觀的限壓力 A80 的儀錶板設計一直都是車迷們最喜歡的設計之一 與戰鬥機根本沒有分別 現在的汽車設計,誰會再有這麼標誌性的設計呢? 新 Supra 的內裝太過似寶馬 難怪會被批評為寶馬 Supra 或 Toyota Z4 Toyota 當年為了偷輕 Supra 好為下了一番功夫 創方選用女才打造頭蓋 上圓臂及 Boomba 支撐等等 採用單出排氣喉 均均賣可以抵消雙氣袋 電動座椅及其他配備的重量 Toyota 版的車重,只不過是 1585 公斤 真是非常厲害 Supra 以往給人的感覺是直路狂彎路亡 但其實它是配備了巡積控制系統 這套系統即使是當年的寶馬 E36 M3 都沒有 而且又有 ABS 制動系統及限滑差速 所以操控準繩敏銳,路感一流 A81 日本的生產期為 1993 至 2001 年 但原來在英國只賣了三年 總共賣出了 600 部 原因是當時的 Co-Pay 銷程下跌 日圓升值加上廢氣排放規理的關係 令 Supra 成為罕有車款 這輛 Supra 大家都知道了 是屬於 Paul Walker 曾經在 Fast & Furious 第一集駕駛 Supra 曾經在不少電影之中亮相 但最深入民心及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 Fast & Furious 正如 AE86 在頭文字的代表性一樣 以上就是七個 Supra A80 神級跑車的理由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補充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記得,泊車男每個星期都會製作很多汽車資訊影片 覺得這條影片好看的話 記得訂閱泊車男的 YouTube 頻道 或分享給好朋友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